來做一下題目 下類合者是皮的元素符號 背元素符號嗎 誰是皮啊 B是棚嘛 B是皮嘛 B還是秀嘛 BA是背嘛 所以就選B 你會元素 這種題目古獸也考過喔 這種超級世界簡單又一點無聊的題目 古獸是考過的 但現在是會考 我喜歡考損死妹的 所以這題目應該出的機會不大 好 請問你贏的元素5號 贏 是誰啊 現在要找一位 可愛小女生是嗎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 林彥宜 林彥宜 C 你坐下 這應該不用講解吧對不對 好 簡單 請問你 CR是誰的元素5號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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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是誰啊 CR是什麼玩意兒 來 來 許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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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R是誰啊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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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小問題是元素化的問題 很容易很簡單 接下來 有關於金屬元素跟分元素性素何者正確 好 非金屬氧化融化成成酸性 酸性會是死了 是只變成紅色 全部讓你背過 所以那是錯的 金屬元素大部分都是銀白色銀灰匯 可是銅不是 可是金不是 銅是紅色 紅中色紫紅色 金是黃色金黃色 所以B是錯的 非金屬元素通常是電熱不良導體讓你背 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叫做石墨 所以C也是錯的 所以搞到半天就只有 朱是對的 就是常溫常安下唯一的液態非金屬元素 這樣 所以呢 答案就選朱 OK 好 非金屬他要懂啊 來 請問你這個誰是對的 這又是誰是對的 應該要換可愛小女生是嗎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 柯小蘭 誰是對的 A 你選的答案是A 支持 蟹金屬 這樣 不行 肥金屬有固態液態跟氣態 金屬大部分是固態 是電熱氧導體 都是固態就錯了 因為有個常溫層下唯一的 液態非金屬 金屬元素叫做拱 所以都固態就錯了 金屬元素有延展性 不容易被敲碎可以拉長可以打扁 石墨是有黑色是對 有延展性是錯 有導電性是對 OK 有問題 誰會讓芬太變紅 所以你要曉得芬太變紅是 什麼性 然後你要知道他是金屬還是非金屬 帥哥男嗎 有帥哥男嗎 這就是誰 洪玉賢喔 洪玉賢 蛤 豬 請坐 芬太變成紅色表示成碱性 金屬氧化融於水成碱性 硫氏非金屬 碳氏非金屬都不是 那為什麼不選銅 因為銅 第一它不會燒啦 第二個 氧化銅不容易水 不容易水 所以它是第二點喇喇是成中性的 所以我們要選那 選那 氧化那融於水變成氫氧化那是碱性的 就是很簡單問你有關一些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的性質 我請你把它備好 特別是金屬氧化融於水成碱性 非金屬氧化融於水成酸性 然後考試的重點是 會根據指示劑的顏色來判斷 這就是給各位做了一些小小的練習 理題三說 氫氧氧氧的質量比1比8 3公克的要需要多少東西氧 這理論上可以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不過其實沒有那麼麻煩 那你告訴你的1比8嘛 所以一個就需要8克 那3克需要幾克 結果4克就好 簡單小問題 你可以不需要變成那個偉大的簡單的化學劑量去做它 就簡單比較 叫做定比定率 我們會有一定的質量比 好 請問你 SY裡面 SY3比8 12克 注意喔 這兩種不一樣喔 前面是SY2喔 後面是SY喔 SY2的時候是3比8喔 那SY呢 然後12克要變多少呢 12克要變多少呢 12克要變多少呢 請坐 請坐 SY2 3比8表示Y只要4就好了 3比4 所以S比Y是3比4 所以呢 3變成12就變成4倍 所以Y要變成4倍 所以就是16 所以比例要一樣定比定率 16克 OK 最後一題 6的4克的A跟B化合成80的AB 請問你質量比 這要用到什麼 要用到質量守衡 要用到質量守衡 前面有多少後來就有多少 所以你就知道 有就是 然後80 又知道B有多少 就知道比例多少 請問你 這個是多少勒 好 來找一位帥哥男 有帥哥男嗎 偉充文 偉充文 4比1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4比1 指量守衡64克的A 要變成80克的AB 表示B有16克 所以A跟B的就是64比16 就變成4比1 所以叫做 加上質量守衡定率 所有的簡單小問題 這是我關於我們做的一些練習 OK